我 稍糊涂的时候 没说什么红话吧 你呀 一声不吭的 牙咬得死井 筷子都敲不开 差点我们药都灌不进去 那没事了 你们忙吧 修春 给小姐喂药 诺 小姐 喝药了 那我 那就好 我还担心把九处身份 你说出去了 行了 修春 你先下去吧 我想休息一会儿 完了 到底是我稍糊涂了做的梦 还是我真的对了 颜柯大哥说了这样的话 花不起 你胡言乱语什么 他要是从此躲着你怎么办 要是他再也不来找你了 你去哪儿找他呀 少爷 少爷 你总算是回来了 不信回来了吗 御医说郡主受了风寒 不能吹风 在莫府养好了再送回王府 没回来更好 吩咐下去 别让他再进王府 御儿 御儿 你前几日不是跟我说 你已经想明白了 薛妃那件事情与他没有关系 他是无辜的 是划不惜自己不知好歹 找借口回了莫府 实则就想逃出去 父王 他既然这么不喜欢王府 干脆就别回来的好 不计不可留在莫府 父王 难道你又有在这个问题上 和阿尘争执吗 御儿 你不懂 是 不计对我来说很重要 他对于父王来说很重要 但对于我来说 我随时都可以杀了他 父王这次莫与阿尘在开玩笑 他千不该万不该 拿我母妃的忌旨当借口 请之容易送身难 想不到这丫头 竟然惹了世子 又被世子 重新送回了莫府 不过 世子掌管今年的 官库招标 看来一身的这招棋 成了险棋了 夫人您放心 少爷聪慧 他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 不过 花补器回了莫府也好 我会让他这个病 永远都好不了的 喏 花补器 天要枉你 你也怪不得我 好多了 来 小姐 小姐 又不舒服了 小姐 小心点啊 该喝药了 莫博 今日怎么是您送药过来 丹莎小姐呢 夫人有些不舒服 林小姐去看夫人 我就带林小姐 煎好了药拿过来了 说得好听 估计这碗药又被吓毒了 主夫 你什么时候带假死药过来啊 小姐啊 这碗药不凉不烫的 喝着正好 您就喝了吧 小姐 你这碗药都落费了 我这碗药太苦了 我不喝了 油热的药都浪费了 我让厨房再接一副吧 我今天不喝了 太苦了 反正我身体好 过一阵子 慢慢就好了 那我先下去了 不过 还是得装得虚弱一点 要不然木博 早晚会怀疑我们一吃毒药 祝福啊祝福 你可要快点回来啊 你可要快点回来 公子 请用茶 公子 小子的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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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哥 表哥 想什么呢 这么入神 清儿 你先下去吧 诺 我刚刚就在想啊 你说柳明月 到底对七王爷说了些什么 不然她对明月山庄刺杀不弃的事情既往不咎 不 找到柳清吾这个臭丫头了吗 还没有 属下猜测 她已经逃出京城了 就算她逃到天涯海角也要给我追回来 她害得明月山庄差点万劫不复 我要把她随时万断 诺 把我们走 庄主 世子殿下又来了 请世子进来 诺 柳庄主当时 怎么没让柳姑娘把她杀死呢 殿下 刺杀郡主一事 绝非臣妾所为 妾身这几日也在找那个孽障 找到之后一定押送至王府 殿下 就不要再开玩笑了 我听侍卫们说 柳庄主要求单独和父王说几句话 说了一会儿话之后 父王就态度大变 本世子倒是很好奇 柳庄主倒是以后父王说了些什么 能说给本世子听听吗 是王爷明察秋毫 妾身并没有多说什么 不仅父王可以彻查此事 本世子也可以 而且本世子向来喜欢亲力亲为 要是让本世子查出些什么 柳庄主可再也没有机会了 其实本世子对你以杀那个野种 并没有什么兴趣 本世子对你杀那个野种并没有什么兴趣 本世子感兴趣的是你对父王说了些什么 你跟父王两人都是三奸其口 更是挠着本世子心痒痒 是王爷英明 算了 既然柳庄主不说 那是王爷英明 你不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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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世子只能亲自去查了 柳庄主可要小心一点 可悲再出什么闪事 本世子还想多喝几杯柳庄主的茶呢 告辞 恭送殿下 世子殿下 他还没好吗 莫夫请的大夫没治好 王爷已经派御医过去了 据太医说 是寒气入肺 所以一直可送 公子 看上哪个灯了 我今晚去看看大夫 廻伏 帅哥 你是来看不气的吗 传闻你的武功高强 怎么今日看起来脚步虚浮 身法还有些凝滞的感觉 难道 你的伤还没好 不气若是无事 我就先走了 等等等等 既然来了 就进去看一眼吧 不气感染了风寒 一直在咳嗽 而且这几天 也一直在跟我说 你行侠仗义的事 我表哥还没有回府 我帮你去旁边守着 不会有人发现的 放心吧 我会帮你保守秘密的 不会告诉别人 谢谢 我亲 主任你早是康复 秀春 给我倒杯蜂蜜水 咳 咳 咳 都快咳死人了 秀春啊 听说川贝 琵琶和舌胆 都是止咳的 你明天让人 去药房 拿着医药吧 反应 你感觉 你能不能在一边 找职位 打到了 上 Auld 你能不能在总 asked 你能在哪里 那你还等于 听说你一直没好 做以前来看看你 就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 最后一次 为什么 这里我不能交流 你先把风杯水喝了 喝了你就走吗 那我不喝 我知道你是因为我说了那些话 你才会想躲着我 我也知道我配不上你 可是你中了一斤 还来看我 我很高兴 你别生气了 我喝完了 姑亲 我因为救你而受了箭伤 你现在因为我而生别 他们俩扯平了 好 扯平了 那你不神气了 你会再来看我对吗 你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喝不喝水与我无关 我生不生气也跟你没关系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 我以后不会再来看你 你就当在世上 没有林依可这个人 当没有你这个人 从西州府到天门关 从天门关到南下方 只要有危险的时候 你就会来救我 只有你能给我安全感 林依可我怎么当没有你这个人 有秦王爷和默日飞保护你 只要你不转化 大可不必为自己的性命而担忧 我错了 我不该告诉你我喜欢你的对吧 我不该痴心妄想 你知道我喜欢你 就像桃温一样的躲着我 不急 你想看看我的脸吗 为什么 你就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你就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你不喜欢我 我就不怕了 看了我就会一直惦记着你 你的剑伤是因为我才受的 要把伤养好 我才不会内疚 你快走啊 你快走啊 过了了 像风一样 你靠近云斗下角 你卷起千层海浪 我躲也不躲望里闯 你不就像风一样 侵略是傻傻作伤 再宣布会不晴朗 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 你也不想知道 我 你始終如何 你制作伤 你得了吗 你 你 近 你 你 你 我 因为我躲在没风的地方 不戒 怎么了 不戒 你怎么出来了 不戒 怎么又发烧了 不戒 远一刻呢 傻傻作响 再宣布坏一副晴朗 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 你像风一样 冲我时温柔流淌 我恋爱你俩两个 不要走 我真的好喜欢你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你也想让我远远地看着你 我就没错 写吗 我怎么突然心里凉凉呢 难道我也 我也受了风寒 不行 妹妹 你安心休息 我去给你拿药 我喜欢这种手掌 看上去谁也不曾亏欠过 对方 小六 少爷 有什么吩咐 你去弄些蛇来 蛇 少爷想吃蛇 是不弃想要蛇胆之咳嗽 快去办 还有 这件事情 绝不允许其他人知道 少爷 你这不让人家回来 还挺关心人家吃什么 还不 快去办 喏 来 掌柜的 客官 按照方子配药 这是莫府要配的药吧 这平常都是莫管家亲自来配药 这今天莫管家怎么没来啊 莫管家今天忙 我来也一样 你赶紧按照方子配药就行 这个少爷 这药方中其他的药我这都有 唯独这蛇胆啊 我这没有存货了 不是 你这回春堂是京城最大的药铺 怎么就会没有 少爷 这你又算不知啊 这冬天刚过 这货源齐缺不是 那你按照方子配其他的药 蛇胆我自己想办法 是不是什么蛇胆都行 对对 普通蛇胆都行 不过最好能找到眼镜蛇 五步蛇或者乌烧蛇 这样的蛇胆最好 少爷切记 这蛇胆啊 一定要蒸熟之后方可食用 来 少爷稍等啊 去吧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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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在屋子里我难受 我想出去走走 不行的小姐 你还在咳嗽 出去吹了风 又烧起来怎么办啊 不气受得对啊 小爷 你越躺是越没有精神的 得动一动才行啊 大哥 你去把小姐的披风拿来 诺 不气 你又瘦了 不气 本来就是个黄毛丫头 现在更没鸡两肉啊 小姐 是啊 再瘦下去啊 风云吹 我就飘起来了 不气 你知道吗 二郎今天还特意给你煎药 为了你 还连夜上山抓蛇取蛇胆 相信你再吃几副药 很快就能好了 我还想说 等天气暖和一些 带你骑马打猎去呢 大哥 你跟韵表哥对我真好 我以前都没想过 能够上这么好的日子 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不许胡思乱想了 大哥 秀琛 守龙 如果诸福拿了假死药来 我以后 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听то revolve 怎么会有这么小的灯啊 肯定是阿王给你挑的 做工真精巧啊 好了吧 花宽 真奇怪 表帅也早把所有灯都收了 怎么会留赘点呢 是他挂的 换了就换了 你要喜欢的话 大哥多给你买几个 这个灯 一定是你挂在院楼中的吧 我好喜欢 云表哥挂了那么多灯 我都没有喜欢的 你这个我去一眼就相中了 云一课大哥 我们是不是心有灵犀呢 你喝不喝水与我无关 我生不生气也跟你没关系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 我以后不会再来看你 你真的不会再来了吗 你明明很关心我 但为什么要对我说那番话 谢谢你的托耳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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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你说了不来 可我昨晚又梦见你了 可我昨晚又梦见你了 虽然你说了不来 可我 守了一夜 连个蛇影都没见着 这没有蛇胆 怎么给不齐妹妹治病啊 阎少爷 门口有人求见 让他改日再来 来人说是回春堂的人 回春堂 是的 表少爷 云少爷 药店新收两枚蛇胆 知道莫夫小姐着急用药 掌柜的便让我赶着送过来了 太好了 替我谢谢你们家掌柜的 蛇胆价钱多少 小悠我双倍给你 云少爷客气了 那派蛇胆的人说了 明日还会有 到时候府上派人直接来取 一起付钱便是了 好 云少爷 我先告辞了 我先告辞了 我昨天去药店 掌柜的还说货源紧缺 怎么今天就这么巧有了 而且明天还有 听起来倒像是专门为莫夫找的 耶 那个 阿殡 等首要颠 Shi 你管她 不信妹妹 这是我新配的药 你用舌胆煎的 你快喝了吧 谢谢云表哥 不信妹妹 我刚刚在门口啊 看到有人卖糖仁 我就给你买了一个 你尝尝 你尝尝 谢谢云表哥 你上次买的那个糖仁 很甜很好吃 这个好精致啊 不信妹妹 这兔儿灯都坏了 怎么还放在桌上 我给你买个新的吧 元宵都已经过了 就别买花灯了 明年再说吧 云表哥 这个糖仁有什么说法 他呀 他叫何秀姑 你知道何秀姑吗 我跟你说啊 何秀姑啊 他以前的名字呢 他叫做 以前名字 云表哥 我还要去去给你取舌胆 我先走了啊 我不跟你说了 等帮先凑齐了 我再跟你讲故事啊 就走了 就走了 小姐 表少爷喜欢上你了 秀春 别管说 词 翠春 别管说 什么样子 奇怪 练了一个时辰的功夫 心跳也没有刚才那么快 难道 我也生病了 又是给莫府送蛇蛋的 你还真愿意去抓 谢谢 熊二 于少爷来了 这里有新鲜的蛇蛋 刚送来的 谁送的蛇蛋 就是刚刚走的那个乞丐 珠 opening 东西 我已经罢了你的要求 交给尤殿的找关 你放心 这是伤你之好 谢谢 谢谢 站住 你到底是谁 既然要给不弃妹妹送药 为何要通过我的手 谁送的有何关系 你若真的关心他 就别让他知道舌膽是我送的 为什么 难道你就是连衣客 你是担心 他知道你在关心他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还去看他 为什么还要给他送兔儿灯 给你 我 我 mayın 我不会像你 把花灯挂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我不会让他半夜跑出门 发烧晕倒 不会要你的舍胆 我也一样能治好他的病 你能这么想起话 你别走 说清楚你到底什么意思 连一刻 我是不会要你的舍胆的 我会自己上山取舍胆 为不妻妹妹治病 我一定会治好他 不许你们追出来 他发烧晕倒了 有柳庆湖的消息了吗 还没有 少爷 这个柳明月到底跟王爷说了什么呢 竟然让王爷放过了明月山庄 柳明月不肯说 连父王也不肯说 真是没想到 我父王竟然藏了这么多秘密 还以为我父王甘愿做一个闲散王爷 看来是我想错了 阿福 你仔细想想 柳明月所描述的碧罗天入口景象 可是对的 王爷 当年我只顾着跟妹妹逃命 所以那个景象我也没有太留意 而且这么多年了 我也记不清楚了 不过那个石洞我记得 而且碧罗天 就是在深山的深处啊 难道 柳明月真的去过碧罗天 或者说她即使没有去过 也跟闯入碧罗天的那个人 有某种关联 王爷可知碧罗天预言 略有耳闻 碧罗天 乃传说中圣地 碧罗天 当朝天下武士而亡 得碧罗天宝藏者得天下 王爷认为可信吗 可信什么呀 那只是坊间的一派传言罢了 明月可以带王爷去碧罗天 王爷 柳明月或许真的跟当天闯入碧罗天的那个 神秘人有关系 我们苦苦追寻这么多年 任何一切希望 都不能放过啊 不 那个神秘人 野心勃勃地想得到宝藏 可他如果是明月山庄的背后势力 他为什么让朱府得到观音流通权 而不是明月山庄呢 王爷 那观音流通权还给他吗 给 肯定要给他 但我不会让他那么轻易得到 去莫府 把莫若妃给我叫来 记住 不要让外人知道 喏 好 朱府到底什么时候来啊 咳嗽还没完全好 又没事咳嗽 简直是度日如年 人妹 云表哥 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了 云表哥 你又拿蛇胆来了 你别再抓蛇了 我一见一个蛇胆我都吃怕了 你呀 要什么时候好了 我就放过这京城周围的蛇 秋春 把这个拿去后厨 把它煎成药 诺 这个呀 是要做孔明灯的 我给你做个孔明灯 晚上啊把它放出来 会非常好看啊 好呀 不信妹妹 你喜欢什么 我来给你画上去 我想九叔了 画九叔的陶伯吧 我还特意给你画了一只阿黄上去 十分钟 厉害 military д organizations 粉 火 公 是 九叔 我找到朱先生了 武器 大哥 你看 表哥 武器 停色不早了 你身子刚好点 不能再受分寒了 快进屋休息吧 一时开心忘记了 今天谢谢云表哥了 武器妹妹喜欢就好 那我进去了 小心 不知道她会飞多高 别看了 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对了 表哥 武器妹妹身子已经好些了 我明天要去郊外的马场购马 想带她出去赞赞心 免得她每天在屋里待着 够无聊的 好啊 她这一次病太久 出去散散心也不错 不过你们可得注意安全啊 好 表哥放心 有我在 绝对不会让 武器妹妹受到一丝伤害 对了 你待会儿 跟我去书房一趟吧 是 这次多亏了公子 机会儿 放在后 那一年 这个 招是 看大家 有的是 就是宫中贵妃们都在用的养严丸 若是能够拿到宫中的贵妃用药 贵妃对莫府的药满意 这无形当中 也会让皇上更加信任莫府 这对公子的好处 可是无法用钱财来衡量的 公子果然高昭 但这一步棋 只对以后的局势有用 却帮不了这一次的光顾招标 今年的招标可谓是 风云轨绝 暗潮涌动 明月山庄一直对我莫府忽视眈眈 传闻他们今年 想要跟我争观音流通权 把莫府挤出四大家族 公子才能不凡 以莫府的实力 只需要提防着明月山庄 按键伤人便可 其他的无需过于担忧 至于观音的流通权嘛 他们是定争不过公子的 那是肯定的 今年的观音流通权 我是势在必得 不过 就算要比往年多 加价一百万两 我也绝不会手软 我一定要把观音流通权拿下 服务宗管 王爷有令 请公子去王府商议要事 王公子 随我来吧 参见王爷 不知王爷深夜召见草民 有何吩咐 一山 你知道 为什么莫夫人 常常去佛堂礼佛吗 家母心慈 而且自家父过世后 她迟迟未能从丧夫之痛中走出来 心伤之时 心伤之时 唯有去佛堂才能平静 本王倒不这么认为 本王认为他 双手沾满了鲜血 心中不安 才喜欢去佛堂礼佛的 一山不明白王爷的意思 不明白 莫夫人好大的胆子 竟敢放火烧了薛家 令我的至爱薛妃事故无存 要不是有人告诉了我 我还蒙在鼓里 我还认为 你莫夫是什么忠厚良民 亏我 还把不器安心地放在你的府上 王爷息怒 家母每日诵念佛心 有着菩萨般的心肠 怎么会放火烧了薛家 一定是有人故意挑拨 在这个时候挑拨 肯定是想让莫夫 参加不了光库招标 还请王爷明察 莫让小人得逞啊 查 我肯定是要查的 当然 不是你莫夫最好 我跟你爹思交甚好 我可不希望这件事 是你莫夫做的 更不希望 那你莫夫 会在我的手中 下与警方积 居然是有吗 最后